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身为没有艺术细胞的老师的痛 那个像我们不是学美术的 从小也没有喜欢画画 那所以有时候要做教材的时候 画图对我们来讲是很痛苦的事情 当我在要跟同学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我用画笔去画画 比如说画一只小鸟 这可能是我们没学过画图的人会画出来的小鸟的长相 那这样就会觉得很抱歉 对我们的专业觉得很抱歉 那所以它也提供蛮好的功能 它的画笔这边 各位这个画笔功能我们先讲 点一下点第一下的时候 它会出现颜色给你选 那如果你点第二下 它会有进阶的部分给你选 那首先是颜色 然后粗细 粗细然后透明度 透明度 然后这是一般的功能 那这边是笔的形状 签字笔 然后水彩笔 然后麦克笔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太简单了 那接下来重点是这一个叫做雷射笔 雷射笔 那雷射笔就是跟荧光笔不一样 我们切到这边好了 假设我要强调一些重点 那我会用雷射笔 那雷射笔的功能是这样子 就是当我在画线的时候 各位同学请注意到这边 然后我在讲下一个重点的时候 上面那个就会自动消失 所以我没讲一个重点 上面画的那个会自动消失 这个叫雷射笔 所以它可以锁定在 锁定一次只注意一个地方 这叫雷射笔 那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AI笔 AI笔才是重点 那我们讲一下什么叫AI笔 我把它切换回这里 AI笔很好用 它弥补了我这一身的缺憾 就是即使不会画图 也能够画出很漂亮的图 以刚刚的举例 假设我今天做教材 我要画一只鸟 那我在这上面我就直接画 跟刚刚一样我就画一只 小鸟 你用滑鼠画得很丑都没有关系 你画完之后左边 电脑的AI会自动帮你辨识 你只要在里面挑一个 相近的就可以了 所以我要画一只鸟 这里有我就拉一只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把你想要画的东西 给用电脑的AI去挑出 合适的图案 你就不会觉得你画得很丑 那至于这只鸟呢 如果你想上颜色 我们会用选择 这是选择的工具 选到这只鸟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物件相对应的功能 那着色的部分有这两个 这个是边线的着色 边线 所以我边线如果用蓝色 它边线就变蓝色 那这个油漆桶是到那个填满 所以你可以填满另外一个颜色 这样就可以做绘图的部分 就是使用AI笔 选AI笔 然后直接把你要画的东西画在这边 比如说画一件衣服 所以你画的丑没关系 这边会自动出现 你就把你要的东西拉出来 这个就是用AI绘图的好处 来各位练习一下 所以从此做教材跟教学的时候 是不用怕自己画图不好看 因为电脑会自动帮你画 这是很方便的功能 很体贴我们这种画图不好看的老师 每个物件单独选到它 右上角会出现它的物件的功能 你可以再去做着色的动作 那刚刚的AI笔呢 其实还有进阶的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在画图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用手写 然后电脑自动帮我们辨识出AI 那如果说这样子还不够 你觉得这个是线条艺术化 或者是这个叫插画 那但是我希望有真实的图片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你如果要真实的图片呢 你就在电脑辨识的AI图的上面 按滑鼠的右键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网路上搜寻 那你搜寻到你要的图片 你就直接把它拉出来 放在外面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方式有什么好处 各位这样的方式呢 有一个很棒的好处 我们在网路上放教材的时候 各位最担心的应该是著作权的问题 你怕你的用到的图片 教科书里面的东西 那些图片都是有版权的 那他的版权目前只有提供给你在 你们班上教学使用 那可是如果你的教材上网之后 就会公开嘛 那公开就会有危险 现在有那个前一阵子 那个跑步很厉害的那一个 不是变成网路蟑螂 到处去搜寻人家的作品 有没有侵犯著作权 然后就说要告你 然后你就得付出相当的代价 所以著作权这个事情很重要 那你用他里面这一个方式 去搜寻的图片 他全部有帮你过滤了 这些都是版权上面是合法 可以使用可以公开的 所以你从里面去搜寻会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所以这里面拿出来的照片 都是比较安全的 那麻烦各位随便画一张图 找一个照片出来 然后找出来 找的时候要麻烦各位 我们要练习另外一件事 所以请你找一个背景比较干净的 背景比较干净的图 然后请你注意 如果那个图拉不出来 像这样 如果那个图拉出来 它跑不出来 那就表示他这一个东西 不是标准的图档 不是标准的图档 那你就要换一张图 或者是用截图的方式 剪图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剪图的方式 还有网路会影响 网路会影响 我就用这两张图 所以这样子 它就可以拉出真正的照片 就可以找到真正的照片 就不是插图 好 这个找照片的部分 各位先练习一下 那如果没问题 请你输入五